过年你被这些俘获胃口,美国人却沦陷在中餐里出不来。 如果说中国人喜欢吃肯德基、麦当劳之类的美式快餐的话,那么美国人就离不开中餐。 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都有中餐馆,中餐俘虏了美国人的胃口。 这并非吹牛。 据统计。 在美国,中餐馆的数量远远超过麦当劳,是麦当劳的三倍。 美国华裔作家莉莉安里,曾在头号中餐馆里写道,现在美国有4万多家中餐馆,远远高出麦当劳的约1.4万家。 可以看到,美国人对于中餐是有多么的喜爱。 要说中餐在国外有多火,看看美国的圣诞节就知道了。 对美国人来说,中餐圣宴已经和圣诞节画上等号。 在美国圣诞节最爱中餐排行榜上,左宗唐鸡名略首位。 令美国老百姓感兴趣的其他中式美食还有,馄饨汤、炸蟹饺、蛋卷、炒饭、糖醋鸡、酸辣汤、锅贴等。 而且很多美国人吃过中餐后,就被深深地吸引住,深深地爱上了中餐无法自拔。 为何美国人会沦陷在中餐里出不来? 相对于美式快餐,中餐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。 一家人围在一起分享美食。 而且中餐价格实惠。 种类丰富。 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 而且对许多移民来说,中餐也没有那么浓厚的宗教色彩。 不容易让他们觉得在文化上格格不入。 就慢慢流行起来。 不仅如此。 在美国还有一家最大的连锁中餐店Panda Express熊猫快餐。 这家店创办于1983年。 如今已经遍布了美国的大街小巷。 还在全球开2000家店。 每年总营收超20亿美元。 而他的爆品陈皮基,成为了美国人必点美味。 如果有一天美国的中餐馆全都关门了。 美国人的生活恐怕会相当不习惯吧。